3月18日 赵丽颖新剧《于奋行》正式播出 却遭到吐槽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《于奋行》开播仅半小时 热度便突破了2.5万 刷新了平台记录 97分钟内 热度值更是飙升至27000 成为平台史上增长最快的记录 湖南卫视的首播收视率高达0.52% 而平台的广告数量也创下了新高 尽管开局表现亮眼 但《于奋行》的真实评价却颇为两极 特效质量遭到批评 观众认为不够精致 甚至有网友与其他作品的特效进行了对比 认为与奋行的表现略显逊色 配音方面也引发了观众的不满 有粉丝表示如果不是因为赵丽颖 他们可能已经放弃观看 此外 剧中的年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36岁的赵丽颖和林更新被认为年龄偏大 林更新的状态更是遭到了观众的吐槽 赵丽颖的妆容也被只过度修饰 有时甚至影响了自然表现 剧情方面 与奋行讲述了女主沈黎逃避联姻 变身份皇后被凡人救治 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尽管剧情被指老套 但也有观众给出了正面评价 对此 你怎么看呢